新住民来到台湾有很多生活习惯要适应 特别是新住民怀孕和产后做月子的习惯和台湾有所不同 是不是一定要吃麻油鸡还是不能洗头等等 市府卫生局就开设新住民孕产妇亲子健康关怀活动 希望新住民及家人做经验分享 新住民姐妹有的带着刚出生的小baby 有着大的肚子跟着婆婆家人一起来上课 因为新住民姐妹来自不同国家 对于怀孕和生产前后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卫生局特别开设关怀课程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经验 我们提供的内容是有关于产前产后的一些生育的照顾 还有生活适应 那还有婴幼儿的照顾 那包括他怀孕的情绪的压力 有没有产后忧郁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提供给异国的有不同异国文化的坐月子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针对坐月子的饮食和关系部分 台湾和其他国家不同 像是不能洗头要吃麻油机等等 这样的迷思都渐渐被打破 希望避免文化差异和认知不同造成婆媳之间的误会 那现在我们有吹风机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如果马上吹关其实是可以的 我们只要饮食均衡就是五蔬果然后均衡 其实我们还蛮鼓励就是说不一定一定要吃麻油机 另外课程当中卫生局还安排新住民语言的通议人员 让新住民姐妹能够充分吸收课程内容 也因为有了会说同样语言的同乡人在一旁 更感亲切也更容易融入台湾社会 比如说有越南的通议员 印尼的通议员 各国不同的通议员 我们会配合学员的国籍来配合他的通议这样子 避免语言上的隔阂 这一项新住民运产妇亲子健康关怀活动 分别在小港凤山陆竹岐山和三明五个地区开班送课 全程免费 让新住民可以安心生产 轻松照顾新生儿展开快乐的新生活 港都新闻张世民赖昌邦采访报道